前總統馬英九被控告 他擔任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賤賣三中 依照違反證交法 這些相關罪被起訴之後 他們第一罵反映在審理之後 今天一審判決馬英九 包括前總統的董事長張哲稱 還有總經理的汪海清無罪 無罪 馬英九透過辦公室說 他感到欣慰 雖然三中案驚險過關 但是還有兩顆B案 衛爆彈整著他 兩顆B案的衛爆彈到底是什麼呢 退下總統職務之後司法傳聲 他可以關關難過 可以關關過嗎 因為法院的常客馬英九 到目前為止官司的勝率 事實上非常的高 來我想請教鄭律師 從審判廠跟裴琪的法官當中 看到了無罪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了新聞稿所標示的 判決無罪理由 我們覺得是很失望 就是說但是也不意外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這個司法的轉型正義 其實做得還不夠徹底 其實在以前 你知道很多法官還具有國民黨的身分 以前我們看過統計資料 最高法院的法官具有黨職有到七成 高等法院有到六成 地方法院有到五成 那是幾年前才立法說 法官不能兼任黨職 但是好 現在他們不能兼任黨職之後 但是具有這樣的背景的身分的人 還非常多 尤其是以前黨國時代 你看為什麼最高法院具有黨職人是到七成 然後到地院是五成 你又要有黨性堅強的人 你才能一直升官 好 那我們看看 馬英九是什麼身分 馬英九其實就是這種 党國庇護之下的 党國權貴的 党國之子 他剛剛這個判決 他其實主要理由 第一個說 馬英九不是公司的董事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價格沒有見價賣 他其實都 我覺得這判決的理由 有主要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跟市場跟民意脱節 這個整個判決理由 你看他這個理由 就跟整個人民的所謂的 common sense是脱節的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判決看不出說 這個法官好像跟這個市場 完全脱節 像我們剛剛節目 請市場專家 講得很清楚 但是這個法官 好像跟整個市場是脱節的 我等一下要稍微提這樣 第三個等一下你會看到 他整個自己的理由 又打到自己的理由 理由矛盾 比如說他有提到說 前面兩個公司 像中影 說什麼因為這個賣的時候 有出具會計師的合理的評估 但是很奇怪 會計師不是估價專家 你為什麼這麼三大的三中案 都是很重大資產的 你為什麼不找真正的估價師 來估價 然後他說前面這個中影 有這個有會計師 但是他後面判決這個中廣的時候 賣賣給這個趙少康的時候 也連會計師的這個合理的評估報告 都沒有 他又認為沒問題 所以他整個判決理由是矛盾 那我回到小金姐剛剛提到就是說 馬英九不是這個中投公司的董事長 到底他有沒有 他不是他的董事 不是董事也不是董事長 但是我們刑法就採所謂的實質認定 就是說這個董事長張哲生 是那時候國民黨的刑管會主委 是他任命他去當刑管會主委 然後兼任黨產的管理人 跟兼任這個兩個中投跟光華公司的董事長 他是要聽命馬英九黨主席的話 黨英事業最大的影響力是誰 當然是馬英九 所以他是其實對這個黨產是有實質控制 而且他對這個張哲生 他是有實質控制力的 我們的刑法的common sense 所有的刑案就是在查他有沒有實質控制這個能力 所以他第一個這個判決理由 我覺得是違反他們自己法律 會不會太扯淡了 這個法官是生在哪個年代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完全脫離民意 所以人家會說恐龍判決恐龍判決 我想這是標準的一個恐龍判決 馬英九他本身 我們之前不是在吵那個所謂的縣民 馬英九曾經是最大的縣民 然後他回國之後 馬上當這個法務部長 他很年輕就當這個 所以他整個在司法體系盤根錯節 他父親馬赫寧又是這個 這個國民黨裡面的高官 這個我不知道 那個年輕人可能沒有印象 以前法官喔 在以前的年代 戒嚴時期 連調查局都不敢去碰 所以你看喔 馬英九是當過這個法務部長 又當過黨主席 又當過總統的人 那一些人其實很多人都還存在 所以馬英九這種黨國系統 然後跟這個司法的牽扯 是非常深的 所以為什麼這樣的判決理由 這麼矛盾這麼離譜 也寫得出來 是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非常荒謬的 可以寫出這樣的判決 來 這個王老師怎麼看 說得通嗎 說得通嗎 我還舉更多的例子 包括他說 他說趙超高馬下中廣 是當時的最低價 而且他裡面還特別提到說 因為最主要是榮立公司 那榮立公司就是 當時的中時體系的 余建新 余建新系統嘛 他說當時買賣的交易過程裡頭 沒有其他的買家 只有他 可是當時 這是一個常規的買賣嗎 他其實還有一個另外的 大的問題 這個法官判決 交代不清楚 為什麼 他說 這個余建新去買的時候 就他一個買主 對 沒有其他買家 但是你看三中案 全部都是馬猶有 都是馬猶有 你看中廣就找趙少康 那中氏呢 就找余建新 其實他完全 中隱是郭台強 對 他其實這個是重大 違反國民黨的黨場規範 所以這個判決理由 有一個更大的離譜 就是說 這三個案子 不是用國民黨自己的內部規定 國民黨自己內部有規定 他說這個黨的什麼工程 黨產的處分 要經過公開標售跟標買 所以他連自己國民黨的規定 馬英九跟張哲成都違反 這個判決根本就不管 所以這個離譜是相當離譜 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剛好只有一件新一個人 為什麼剛好就只有趙少康一個人 他說趙少康的價格是當時最高的 但是他其實這個荒謬在哪裡 就是他找了這幾個人 第一個低價買 然後他不見價 第二個 趙少康一億買57億的財產 然後一件新也是八九億買 十幾億的財產 有一個特色是 他們那時候的資歷 其實都沒有辦法完成這個交易 我們也看一看 我們不記得 要是一個特色的財產 跟進去 這幾個人 是一件新的財產 新的財產 有一個特色的財產 要有一個特色的財產 超過財產 放棄 投票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